红达店董事长王雪红遭教友常汝武李维林夫妇诈欺2.5亿台币一案 代表教友向常汝武夫妇提出民事诉讼的蔡金明律师独家向苹果爆料 她说常汝武当年以教会的名义借款300万美金 2010年开始没还利息 搞得教会被吹脚讨债 不但如此,常汝武2005年用自己创立了基金会买了块土地 说免费给教会使用10年 条件是教会用旧纸交换 然而合约到期之后,常汝武竟要教会搬走 最后教会每月还得支付1万美金的租金才能继续留下 而常汝武拿到旧纸后 又以每月2000美金出租给另一间标杆教会 举办育儿园课后辅导等盈利活动 2014年发生的事更是让人傻眼 2014年我们要他还钱 然后要他澄清的时候 他说他准备了100万美金要跟教会打官司 他就说诉讼是对他最好的一个 洗清他reputation的一个方式 那他说你要我还钱还你300万 我需要把教堂卖掉才能有钱还你300万 蔡金明又引述常入的话 说当时教会的负责人寇绍颖 一开始就知道有300万美金的借款 但一直默不吭声等同批准 所以如果法院判他有罪 寇绍颖一样难辞其咎 请不吭声